台湾在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 24号在世界卫生组织 执委会会议中为台湾发声 巴拉圭卫生部长波帕发言时表示 台湾抗议成效卓越 如果能借尽成功经验 将有极大注意 另外对于WHO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工作 波帕认为应该涵盖 所有相关成员的参与 包括台湾 美国海军一架F-35C闪电2 逆踪战斗机 24号在南海执行例行飞行任务 在试图降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时 发生事故 造成7名美国海军官兵受伤 飞行员弹射逃生获救 美国有关当局没有提供事故原因 或战斗机状态 美国太平洋舰队表示 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中亚当地时间25号中午 突然传出大规模停电事件 哈萨克 乌兹别克 吉尔吉斯的主要城市 都接获供电中断通报 影响数百万人 哈萨克电力系统商表示 这起事故是因为输电系统出现紧急失衡 导致供电中断 周围国家全都大受影响 正在紧急排除问题 外媒报道 斯洛伐克飞行技术公司 Coinvision开发的飞天车 去年试飞成功后 近日又如愿获得飞行认证 朝正式投入商业用途 又迈进一大步 新唐人亚台电视真理报道